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全新2020年式的马斯瓦里全车型 但是统哥这次试到的是Levante 而我们第一天在北宜试驾Levante 顶级的车款Levante Trofeo 统哥之前就有在利宝赛场体验 林德伟载着我们在赛道上开 Trofeo 其实那时候我就知道这部车是一个怪兽 因为它搭载是一个3.8升法拉利制作的V8引擎 580匹 这部SUV其实还有兼顾舒适 它是采用了Skyhawk Design的悬吊理念 然后搭配气压的避震器 然后气压避震器有六段可调 甚至于我们有赛道的Sport Corsa 这个模式可以把车身降到最低 它搭配的是22寸的Continental Sports Contact 6 尺寸是前面265后面295 然后你收油的时候它几乎是百分之百后驱 所以你的前轮基本上它是专门复合转弯而已 那你在踩油门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动力会稍微的往前输出一点 帮你把前轮往前带哦 这一点是我觉得对一台SUV来说是很难得的感受 因为它给你的是一个安全感 那它的刹车呢也是非常的精准哦 前面是380后面330的前六活塞后浮动活塞的设计哦 碟盘也是打孔又通风哦 所以在减速的时候也是非常有信心哦 出弯 只要你回正的时候踩下油门哦 基本上这部车就是会 就会看到这个速度表到了这种 非常high的速度 即使在连续弯道 你也感觉到它是过弯机器的那种感觉哦 它并不是一台就是好像一台 这个很会冲的大象哦 而且你可以感觉到车子沉下去 但是还是保持平稳的哦 并不是一个那个侧倾下去 然后好像hold不住的感觉 我只要转尾巴就是带出来 爽啊 那我们总是要试一下COSA模式吧 全吊设定现在是在最低的设定哦 降35mm的 然后很明显的可以感觉到 避震的设定现在变得硬很多哦 但是是很沉稳的硬哦 感觉到路上搏油的每一个细节 每一个坑洞哦 每一个施工的地方 每一块不同的活油 在COSA模式出弯的时候呢 油门要非常小心哦 它完全没有在客气哦 炸车转 有没有 哇 嗚呼 马上带出来哦 ESP4介入是非常少哦 真的是非常少哦 你的油门要分成10段以上 可能要分20段那种感觉哦 才能够好好控制它 而且它油门是 但一点点哦 后轮就已经开始在摆动哦 那种精准的可控感 真的是很棒哦 其实呢 在还没开Trofeo啊 甚至于我只是做一个乘客的时候 我还是抱着怀疑的心态 在开它哦 尤其是在赛道上 其实车重总是会 让一台SUV到最后呢 展现出它的窘境哦 但是这台Trofeo 真的开起来 非常有运动感哦 哇这真是 童哥没有预料到的哦 童哥真的不会觉得说 马上带里会走到 这样子的这种感觉 会让你觉得说 哇这部车真的是 多功能到爆 他想要叫它SSUV 是有它的原因哦 享受全月楼提供的精致午餐后 下午我们继续绕着绵延的北恒公路 童哥更深刻的体会到 Levante Trofeo的行云流水 以及北恒公路的原始之美 似乎重新回到了 十大建设前的台湾 隔天 童哥试驾是 Levante的Grand Sport 毕竟不是每个人 都有九百万的预算啊 Grand Sport呢 其实是 拥有Trofeo的外观哦 但是呢 其他部分其实是比较 Normal一点哦 搭配的引擎是 3.0升的双涡轮引擎哦 8速的手自拍变速箱 加速还是很犀利哦 350P 不要开玩笑 也不是省油的灯啦 这个力量还是非常足够哦 那它的轮胎呢 是标准的P0轮胎哦 前后都是265 20寸的胎哦 但是要记得哦 如果你速度太快 你会觉得它会画一个大圆哦 虽然说前面的轮胎 并没有超过普遍 但是它的Q4呢 仍然四轮传动 是以后轮为主哦 像我们现在在开 大部分时间 它还是百分之百的后轮哦 基本上呢 煞气少很多 过弯时候啊 极限啊 什么都是少一点点哦 但是还是非常的 有运动感 这部车是 比较如期待哦 那它的刹车呢 是前六后对象哦 前面跟Trofeo 其实是一样的 通风打孔的叠哦 配上Brembo的六活塞刹车 380mm的直径 精准度是有的哦 刹车慢按 回转 推挡 hold住 hold住 有hold住 如果你是在Trofeo呢 在弯里面踩油门 其实尾巴就是出来的哦 但是 Grand Sport 出弯踩油的时候 四轮传动是足够 把这350mm 控制得很好哦 它跟Trofeo的差别 真的就是 Trofeo 所有的舒适性啊 操控性啊 都再提升了 一两格哦 那这部就是 运动版的 豪华SUV哦 绝对没话说哦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两部车的 内装跟外观哦 首先它们两部的外观 其实很接近 但是呢 细节就在于 不管是Diffuser 不管是一些配件哦 Trofeo都是以Carbon来呈现 而且呢 它所有瀑布式的 线条呢 都是双线条 相对之下 它是单线条的瀑布设计哦 当然最特别的啊 就是Trofeo它引擎盖上的 透气口 而且哦 在驾驶座上 都可以看得到 那引擎动力 其实是 这两台Levante 最大差异哦 可以看得到吗 真正红头 加上Carbon的 法拉利V8哦 3.8升双涡轮590匹 真的是非常耀眼 但是我们不要小看 Grand Sport 其实呢 它搭载的V6引擎 我们可以偷看哦 下面的点火线圈 居然打的是法拉利字样 连法拉利的V8都没有 侧面的话呢 Trofeo标配21寸 选配22寸 Grand Sport标配20寸 选配21寸 那红色卡钳 对不起 都是选配哦 最重要的就是 Maswadi的logo下面 有Trofeo这个字样 是没办法选的咯 车尾的部分呢 当然就是大同小异 但是可以看到 这边有Q4的选项 当然Trofeo也是四轮驱动 那么来看一下 两台车内装的部分 Grand Sport它的内装呢 除了换挡拨片 还有一些钢琴烤鞋的试板 在Trofeo上面 全部是卡蹦以外 最重要你还是可以选哦 透气通风的 Piano Fiore的天然皮革座椅 而且呢 有通风还有加热 包括12项的电动调整 音响的部分呢 Grand Sport上面是 Parmacarton 美国的音响 Trofeo上面是 Bauer & Welkin的英国音响 一个选配10万 一个选配18万哦 那后座空间呢 其实并不是Levante的强项 虽然统哥做起来 非常刚好 但是呢 如果是我的摄影 卡文做的话 它刚好就触顶了 当然全景天窗 让这个空间 感觉是比较好一点点 而且也有双出风口 然后这边也有两个USB 跟12伏插座 中央安座其实蛮平的 所以虽然它是四轮传动 但是中间座人 应该也还OK 那这两天试驾完 Masradi的Levante之后呢 我可以说 Grand Sport就能满足 90%SUV买家的需求 但是呢 如果你想要提前享受 法拉利出SUV的感觉 那我觉得后面这台Trofeo 绝对是上上之雪 喜欢统哥节目的朋友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PIT63 而且打开小铃铛通知 这样就可以有 最新的节目通知哦